第八百九十章 祖石之灵 一道光影徐徐地自神秘石符当中飘出 光影的模样并不明显 而且无法看清楚它的血切五官 但那隐隐间散发出来的一丝生气 也是让的人明白 这光影似乎也是具备着生命波动 你 林栋极为惊愕地望着这一幕 玄机眼皮跳着跳 说道 石符之灵 应该说是祖石之灵 光影悬浮在石符之上 嘶哑而平淡的声音缓缓传出 林栋脸房上的鹰鹅片刻后 也是开始逐渐收敛起来 他好奇地看着光影 说道 你被修复了 只是灵智被唤醒了而已 至于力量依然未曾恢复多少 祖符之灵摇摇头 从他的话语中林栋能够听出一些遗憾之意 这洪荒塔内洪荒之气不少 你可以全用来修复的 林栋建议道 没用的 若是要恢复一些力量 那就得吸收第八层的洪荒之气 祖符之灵淡淡地道 第八层 你应该可以进去的吧 林栋看了看 那通往第八层的通道 他虽然没能力进入那里 不过这祖符能力莫测 要进去应该不难吧 近事能进 不过那里的洪荒之气 在为洪荒之主聊生 我若是吸收了 那家伙就完了 祖符之灵道 洪荒之主 闻言林栋争了张 祖符之灵看了林栋一眼 突然飘略至那光膜下方 袖跑一挥 那光膜并是逐渐地变得透明 林栋的视线 也是好奇地投了进去 那是一片紫金光芒的海洋 那种紫金当中所蕴含的洪荒之气 于先前林栋所吸收的如出一辙 这不由地看到他有些头皮发麻 仅仅只是几缕紫金洪荒之气 便是差点将它震爆 而这第八层中 确实隐含着如此恐怖的量 若是进入其中 恐怕数个湖期间 自己就得暴成雪雾 林栋的视线 骚过这片紫金海洋 旋即突然凝固 一种含义 从其脚心生腾起来 最后涌变全身 它视线汇聚的地方 是那片紫金海洋的中心 在那里 一具大约千丈旁大的巨人之体 安静地躺着 巨人皮肤呈现紫金之色 在其皮肤之上 有着一些玄傲的螺纹浮现 虽然此时的它 仿佛处于沉睡当中 但在其周身 空间却是处于一种扭曲的迹象 林栋丝毫不怀疑 这巨人若是起身的话 空片这片空间都会崩溃 这巨人是真正的力量化身 林栋忍不住地厌了一口唾沫 眼前的一幕 恐怕是这些年 他见过最震撼的场景之一了 而或许 这巨人也是他见过的人当中 实力最恐怖的 甚至比起轻质 都是要强上一些 这便是洪荒之主吗 林栋难难自语 眼中有着难掩的震撼 谁都没想到 在这洪洪塔的第八层中 竟然隐藏着这么一尊可怕的强者 难怪连五大家的家主都进不去 你先曾吸收的那紫金之皮 便是这洪洪之主身上的一点皮层 祖师之领导 林栋嘴角忍不住地抽搐了一下 仅仅只是指甲大小的一块皮层而已 竟然便是拥有着如此精纯的洪荒之气 这洪荒之主究竟有多么恐怖啊 当年我的主人祖福大人 共有八大弟子 而他们也被称为八大主 你那位叫做硬昏昏的小女友 便是兵主的轮回转世 说起来他的实力比洪荒之主还要强横 祖师之领淡淡地道 在他提起兵主时 林栋能够感觉到 其话语中蕴含的一丝赞意 这么恐怖啊 林栋摸了摸鼻子 在见识了这洪荒之主的气势后 他才能够观中窥报地得知 这些远古巅峰强者究竟强到何种地步 而对于硬昏昏的轮回身份 也不免有些复杂的感触 一旦他真的觉醒的话 或许那个有着乌黑马尾 充满着活力的美丽少女 便是会让得他有些望尘莫及 那一天林栋似乎并不太喜欢看见 那个我之前看见的沿江空间中的石棺 林栋突然想起 在玄陵岛的地底深处的 那隐藏的神秘空间 那是盐主 祖师轻叹了一声 说道 当年天地劫难 主人燃烧轮回 封烟未面裂缝 但依旧有着不少强大的异魔 存在于这片未面 八大主动手清楚 虽说最终解决了麻烦 但他们同样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林栋默默点头 那沿江神秘空间当中 显然是镇压着什么 而那位盐主 显然也是因此而羡慕了沉睡 就如从当初一抹雨当中的那位分天老人 他们还有机会苏醒的吧 林栋问道 文言祖师点了点头 嗯 他们都曾经是天地间的巅峰强者 踏破了生死 参悟了轮回 想要毁灭也并不容易 不过至于苏醒的话 则是需要满长的岁月 林栋默默点头 自从知道那些未知的一模存在后 他便是感觉到了一种莫名的危险 那些生辱强如当年的福祖 都只能燃烧轮回 封印未面裂缝 若是再卷土重来的话 这未面当中 还有谁能够抗衡 这红红塔中 并没有红红祖福的波动 想来也是一失了 祖师视线一转 说道 红红祖福 听到这个名字 林栋眼睛顿时亮了起来 八大主曾经便是八大祖福的拥有者 而这红红之主便是拥有着红红祖福 祖师淡淡地道 那岂不是说还有一个吞噬之主 林栋忍不住地道 这种秘密他还是第一次听见 祖福点了点头 他的眼神似还是有些追忆 最后叹了一口气 说道 也不知道他是否还存在于天底间 当年吞噬之主 一人独挡五位王级一魔 死在其手中的一魔 数以亿计 林栋听得眼角微微抽搐了一下 他知道 大黄无碑 必是镇压着一位王级一魔 自然是明白 这种等级的一魔厉害程度 而那吞噬之主 竟然是能够以一敌武 这能力倒还真是有些逆天了 那些一魔中 王级一魔便是最厉害的吗 祖师沉默了一下 然后缓缓摇头 说道 王级之上 还有着黄级的存在 那种层次的一魔 也只有主人能够应对的 不过 好在这种级别的一魔 即便是那一魔族中 也是无法轻易诞生 黄级一魔 林栋暗暗杂舌 光是王级就这么可怕了 那黄级一魔 又该凶散到什么程度 如今 我虽然苏醒过来 不过 以后你更得注意 不要轻易动用我的力量 否则 你那天妖雕朋友的下场 便是前车之剑 祖师突然提醒道 小雕 文言临动一冷 拳击面色微微变了变 小雕曾经说过 他在得到祖师之后不久 便是被人围杀 最后自爆肉身 将妖灵躲藏在祖师当中 这才捡了一条命 那些是什么人 林栋眼神略显阴沉地问道 一魔 祖师淡淡地道 林栋瞳孔猛地一缩 脸庞上涌上一些惊色 还有活着的一魔 在这天地间 祖师点了眼头 说道 当年涌入这片 未面的一魔太多 虽然大部分被清除 但依旧是有着不少 潜仓了下来 它们一定会汇聚在一起 并且想办法 撕裂未面裂缝 林栋面色凝重 他知道 若是未面裂缝再度被撕裂 那这片未面 或许将会处于 一魔的肆虐当中 无人能够逃脱 而且在这片未面中 不乏一些被镇压 但却并没有彻底 抹出的强大一魔 比如大荒无碑下的 王级一魔 其他的一魔 必定会想办法 将它解救出来 祖师说道 林栋微微点头 看来日后若是回到东悬宇 第一件事情 便是得帮大荒无碑 在那王级一魔 彻底抹杀 不然让他逃出来 那真是有些麻烦了 我和大荒无碑 都曾经是主人之物 那些一魔 对我们的波动 格外敏感 所以 你若是动用我的力量 很有可能会被觉察 而以你现在的力量 莫说王级一魔 只是一个一魔将 就能将你抹杀而去 祖福道 嗯 我知道了 林栋缓缓点头 看来在实力未达到一定程度之前 还使得将祖福好好隐藏起来的好 现在的祖师虽说没办法 给予他太过明显的帮助 不过 他却是拥有着极端丰富的经验与见识 而这也是林栋所缺乏的 想来以后在这上面 他能够从福祖那里获得不少收获 想到此处 林栋也是伸了一个懒腰 看了眼一旁那通往第八层的光摩 然后转身就走 如今既然祖师之灵苏醒了过来 那他也就没有再留下来这里的必要了 而伴随着林栋的离去 这红红塔当中也是再度地陷入寂静 那第八层中 巨人的躯体依然是安静地躺着 犹如横骨如此 无东西